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歡北上消費 除了北上消費之外 也很深愛深圳的美食 近日我看到有廣媒嘗試調查一下 深港可疑食物 發現假肉架串燒化學湯底 當然是科技與狠活 究竟有多恐怖呢? 現在和大家一起跟進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每人吃很美味呀 吃了什麼落口都要知道 病床口入這件事很重要 其實有人說不用我抹黑 不要說我抹黑 央視也踢爆過很多這些問題 只不過我們吃得要小心 不要一口掛著吃 吃了什麼東西落土你都不知道 有些黑心傷人真是的 為了賺錢也不擇手段 尤其是我們不想消費 吃喝玩樂 不在話下 但是有很多東西 我們是現金奶牛 很有錢的嘛 每個人都當你財神的東西 總之讓你滿意 你就肯花錢了 不排除有些人 別有用心的人 就在這裡欺騙我們 給我們一些古靈珍貴的東西 所以告訴大家 只是要留意的 在深圳的統計 每個月平均有五百五十萬人次北上 港人北上 五百五十萬人次 多誇張 香港也七百多萬人口 消費接近四十億 我們光顧了那麼多 但畢竟是老闆 吃了什麼藥口 我們應該都要知道 這件事是沒問題的 有香港的媒體想深入了解一下 深圳和輸入香港的食物是否安全呢? 他們調查了港人熱愛的串燒、粉麵、火鍋、湯底等 這些食品可疑貨源 找了本港兩大化原甜體去幫忙化炎 聽完之後就嚇死你了 就發現了 部分肉串 竟然是其他動物肉假扮之外 更加有一批 據稱是深港兩地食市城用的湯底和醃肉的增味劑 全部含有化學成分 有些醫生指出 這些部份的增味劑是有限制份量的 舉例 你每天吃 可能有一點點 我不知道有多少 可能是一茶匙的 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經常吃的話 很容易超出攝取量超標的問題 導致內臟出現了一個問題 其實 我相信不要用每個月形容的 每個星期 很多人都會跟家人、朋友上深層吃東西 花錢 收完甲就去東門吃串燒 或者其他地方吃海鮮 打到那邊才回家 這已經成為港人日常的生活習慣 東門雖然現在已經封了 很多人都會在那邊賺錢 記者早前去了東門 去找不同的食肆 很多東西 有肉甲膜 酸辣粉 螺絲粉 串燒 非常大眾化 那些價錢 豬牛羊 10元 20-30寸 我看過了 廣州也有 一桶桶大桶桶 一邊走一邊咬 不知幾個人 好了 看到香港的記者發現了 不少這些辱村批發商 在網上就賣這些廉價辱村 大家有沒有見過呢? 我也沒有見過 我不知道在那裡的洞路 但是他有洞路 記者向其中一間報稱 深圳龍江設廠的銷售中心了解 發現這間中心除了批發純牛肉 還有兩款 標榜是牛味 羊味的肉串 從字面看 這一類風味肉串 疑似牛羊 說明牛肉 牛肉味 牛肉味 羊肉味 當然了 沒有羊沒有牛 怎麼可以呢? 但是記者發現了 這些跟普通純羊 純牛肉的賣價 是便宜了一大部分的 那大概是怎樣便宜呢? 純牛肉純羊肉 在內地這些批發中心 每100吋 每100吋的賣價是61.5吋 即是每吋是六毫子 六毫子串 所以為什麼人家賣兩元呢? 一兩元也有錢賺呢? 當然有錢賺啦 賣一吋賺一吋賺一吋的 賣一吋賺幾吋的 有些 風味 風味串 即是牛味串 或者羊味串 每300吋 就賣59.1吋 即是每吋大概兩毫子 兩毫子串 根本那吋不值錢 如果按批發價 你買300吋回家也行 600吋只是一吋 回家吃到你兒子 好了 記者就厲害了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有渠道可以訂到這些羊肉牛肉串 還有牛味串 羊味串 四款 經過三天之後收貨 發現這些肉串包裝很兒戲 大熱天時沒有任何冷凍包裝 隨便找幾個冰磕 進入了紫皮箱 其中一包純牛肉串燒 包裝已經爆了 醬汁通地漏 哎呀 你想想多噁心 記者將兩款這些風味肉串 經過本地資深廚師查詢 讓他看看 這兩款肉串沒有肉味 紅色的 但沒有紋理 就這樣看也不知道是什麼肉 他於是把兩款肉煎熟 肉身出現膨脹 為什麼呢 通常用梳打粉 鬆肉粉 我就不吃這些 老實說 都沒有味道 對呀 吃過了 你只好吃 軟口 不會硬 麻麻 嘩 嘩嘩嘩 嘩嘩 這位廚師 吃過之後 他說很奇怪 那股味道 肉就像肉 應該不是麵筋 不是豆渣 但你問我 你知心的廚師吃下去都不知道什麼 他說肉咬得軟 像棉花沒有咬頭 分分鐘說了一個多月 他說 試過 聽說有些古靈精怪肉扮牛肉 他說現在應該不會掛 通常 以知 根據央視 說過的 只是用鴨肉去扮演 因為說到十幾元鴨肉都很大塊 可以做很多串燒 用鴨肉扮牛肉 羊肉很簡單 就拌牛骨粉 羊肉粉 那些真味劑 醃 再加大量辣椒 鹽粉 根本吃不出什麼味道 這件事情 其實我經常都說 吃東西吃新鮮嘛 不要說只是香港人 是廣東人 你想知道 食物是否新鮮 就不應該放那麼大量 有味的調味品去掩飾 蓋了它 那些串燒鵝很少吃 街邊這些 我經常都說 我都不知道我吃什麼 我究竟在吃那些孜然粉 還是在吃那些肉呢 你問我好不好吃那些肉 我一定回答不了 因為我整口都知道 酸鹽粉的味道 你知道那些五香粉 有多大味道 如果是新鮮的肉 新鮮的食材 為什麼要放那麼大量的 醃料呢 蒜、辣、辣椒 大家吃過什麼水煮魚 那條魚新鮮 就不應該這樣吃 那些魚是雪過 沒有味 有些人就說要辟過那種雪味 最好是重辣 辣到你的舌頭都沒有味覺的時候 你就覺得好吃了 那這些都是另類的烹調手法 好了 那再看了 記者就游走街頭 或者甚至乎拿去 找一些鑑證中心去鑑證 那就發現了 其中 純牛肉和純羊肉 就是真肉 但是兩款風味串 真身真的是鴨肉 沒有任何牛肉和羊肉成分 好了 那就是告訴你 你不排除 所謂的風味串 在內地賣的風味串 絕大部分 都是沒有這些 其實 央視也有報導過 這些 很多都是 所謂的造假 甚至是合成肉 那些 切 鳥邊 他們叫鳥邊 那些部位不要 然後 就像之前那些 腸仔事件 是嗎 隨便找些東西打爛了 雞皮、雞骨 煎爛了 然後就擠進去 就像一條肉腸 加些不同的 增味劑 讓你吃到有味道 更加記者 去看看這些假肉串的銷售中心 根據網站提供的廠房地址 實地了解 就揭發了 原來是一個私人屋苑 來的 就是 連地址也有留的 管理員和多名住客都表示 沒聽過他們的屋苑附近有這些食物廠房 記者發現這個銷售中心的網上展示廠房圖片 跟內地一家電子科技公司的建築物 照片一模一樣 就懷疑是假料來的 那就好了 於是記者就去問他們 什麼了 究竟你的貨在哪裡來的 一直都沒有回覆 有一位港商從事內地食材批發 他說內地商家對唇肉串和風味串是兩種概念 所謂的風味串 就是一種味 不是食材 即是所謂的 羊肉味肉粒 你就不要以為羊肉粒 只是羊味而已 那麼究竟那粒肉是什麼肉呢 就不知道了 一人說 那就是竹子塞的 他又沒有錯了 對呀 是不是 檸味的茶 有沒有檸檬味呢 有沒有檸檬在這裡呢 他不一定有檸檬味 可能是擠兩滴檸檬汁都可以 你不能怪他 那麼 更加這些 做開內地食材的批發商就說 其實內地很多批發商 賣這些假 不是假 廉價 的肉串 就會用風味這兩個字 加上去就繞過這個法律責任 就像我這樣說 純粹是 竹子塞 竹子塞的 是的 你不要以為 豪味 真的有豪啊 沒有的 可能是沒有的 豪味粥 豪粥 蟹味粥 蟹粥 可以兩樣東西來的 完全是兩樣東西來的 你又不能罵他 哎呀 我有蟹粥啊 你點了蟹味粥啊 蟹味粥不是應該有蟹的嗎 沒有的 可以沒有蟹的 是這樣的 通常 鴨肉扮貴價羊肉牛肉 因為鴨肉便宜了 加入那種調味料 根本是吃不出的 更加這一類沒有網管肉串 也攻陷了不少香港食肆 就說香港食店訂貨之後 內地批發中心安排 一些一般的集團運輸車隊 直送香港 變成是酒師生育來香港了 所以你不要說這些東西還真能比喻 當然呀 你想想 它賣你 幾十元寸 原來跌倒 跌倒 真的呀 還可能還可能 幾毫 兩毫只這條 賣你二十元寸 你還站在這裏 更加的记者就找了一些 叫做港人最爱的深圳村式火锅汤底 包括29元任食的火锅店 记者就在一间任食火锅 和一个香港常客吹水 他说真的很划算 香港买一棵菜都要20多30元 这里29元任食有肉有菜又有鱼又有小龙客 汤底也很好吃 最少吃一个星期 记者于是在这间火锅店买一款麻辣汤底酱料 店员说一包就开一锅 加多少水你喜欢 要想辣想浓微 加多少水就可以了 这样 好了 港人最喜欢吃的 哎呀好吃好划算 吃到没问题 每个月上来吃 记者将那包火锅汤底交给 其中一个食物安全检查 化验团队就检查 其中验到一种叫月基墨芽 的化学添加剂 这种就是化学增味剂 增加甜 减苦去腥 提先 能够延长食物保存期限 是这样的 根据香港食物安全中心指引 这种的化学添加剂 人体每天建议摄取量 就是每公斤体重 0至2毫克 大概如果一个成年人60公斤去计算 每天最多是吃120毫克 而说到这一包火锅汤底 未用水稀释之前 含有这种化学添加剂的成分 应超过人体每天摄取量的三倍 那究竟要兑多少水才能合安全呢 就没有一个指标的 所以换句话说 这就很糟糕了 那以前又有一种叫一滴香 那一滴香就是现在那种月基墨芽 其实大把啦 你看看那些科技月肯活的影片就知道啦 那些什么鸭血珠寒 那些什么龙汤的鸡汤 全部都拔出来的 那些开出来的 很夸张 那更加记者就跑去了 深圳最大食物批发市场 他说周围都看到这种真味剂 飘香剂一滴香 猪骨粉 龙香粉 麻辣鲜等等 那有记者就扮要开米线店 向一间批发店就查询 那老板教老 他说九成深圳餐厅都是用这些东西 外面食市用猪骨 猪骨猪肉熬的汤底 全部都是用清水 加入大量猪骨香精粉 接着就包你吃到咬咬尼 老板越讲越兴奋 拿一大袋 那些订单 爆出香港多间米线 面铺是他们长期顾客 当中更加有连锁集团 他说如果要做猪骨汤底 加少量的猪骨 再加入汤膏 包你浓 甚至乎骨都不下 加少少汤膏 香精粉都做得到 是啊 有的 所以这些所谓的 增味剂 再拿去 研究香港食市常用的那些 里面都有刚才说的那种东西 所以都蛮严重的 是吧 吃得多对我们肝脏有影响 对我们骨骼有影响 对我们关节有影响 所以 你这一件事 就告诉大家 不要这么看小 你以为每间都 很多都真酥 原来很多都是假牙来的 你找到一间好的食市 其中一件事就是真材实料 想着贪便宜上去 哇又说猪骨 是吧 你自己上去看 我们有很多这些视频看 什么酸菜鱼 我之前也介绍过 什么牛骨 牛汤 猪骨汤 大把鸡汤 真是科技义狠活 那今集时间讲到这里 下一节再讲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